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请看 我们已经在一起一年多了 什么事情都得我顺着她 照顾她 她现在越来越过分了 就像一个小媳妇一样 我从黑龙江陪她来成都 就是为了跟她在一起 我在这儿也不认识别人 她就不能好好陪着我吗 她每次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让我陪着她 照顾她 可是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 这样下去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我只是觉得她可以对我更好一些 我这样都是因为爱她 可她总是觉得我事多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徐先生24岁来自黑龙江室内设计师 韩女士22岁来自黑龙江室内设计师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都是学室内设计的 对 是同学吗 是大学同学 都是黑龙江人 对 我们俩都是哈尔滨的 怎么在 我听小片里说 什么在成都生活 什么情况 我们在哈尔滨毕业以后 去成都生活了 去了成都了 谁要去的呀 我要去的 你就陪她去了是吧 对 她比较喜欢成都那个城市 但是我现在就觉得 她到成都之后 我就开始各种无理取闹 我就像一个小媳妇一样 她像个小媳妇 对 而且就是她还剪辑我 说我现在越来越野妹了 没有小姑娘那样 你们俩现在彼此都认为对方错位了 是这意思吧 是我认为她没有 她不是说觉得你不像个小姑娘吗 还是都是她逼着我 我才变成那样的 说说她怎么把你逼成一个 她到成都之后 就是有点水土不服 然后就是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头疼 脑袋疼 发烧 抛了盖疼 然后行了 椅子疼 就是哪都疼你知道 然后就因为刚到那边 有可能是真的不适应 前期我也一直在关心的照顾她 然后给她买药 然后给她熬粥之类的 这我都做了 我觉得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十天半两月怎么也适应了吧 然后有一次都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我在驾板她就给我打电话 着急忙慌 说我流鼻血了 我不行了 我感觉我活不到 我明天早上了 流鼻血就活不到明天 其实我是到成都以后 身体确实有点不适应 有点水土不服 也查了大夫说是上火 但是其实流鼻血 牵扯到其他很多病 所以也不敢太怠慢这个事 是 是 是 你好在乎自己的身体 挺好 而且她去医院 医生做了检查 说没事了 她还说不行 我要住院 回家泡我怎么怎么样了 我们的问题 去成都这主意是谁出的 是我想去 当时你大学毕业 你想去哪 我是想留在哈尔滨 其实我留在哈尔滨 相对工作能稳定一点 但是我还是希望 能跟她在一起生活 所以去成都这件事 你心里不舒服 是吧 我是很不舒服 不行 那你是真病啊 还是找茬 还是连病带找茬 其实水土不服有一点 但是其实去成都以后 她其实对我关系 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冒关怀呢 是啊 是啊 是大大方方说出来吗 那有什么 不丢人 男人要关怀一点也不丢人 对吧 陆七老师 丢人吗 你敢说丢人 那个偏道交换 请您接着说 没事 我们开个玩笑 而且在医院的时候还要说 明天我一定要预约一个心理医生 来成都之后 我一点都不开心 就是因为跟你来成都 我才变成现在这样的 我要赶紧回哈尔滨 我不在这边跟你待了 就是在医院就开始这么说话了 那还是想回去嘛 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但是我没有逼她跟我来 所以你心里也挺不舒服的 二天去看了心理大夫了吗 没有 她就是装的 后来好了哈 后来好了 就翻篇吧 都好了 你来干啥呀 她到成都之后 装病是一个事吧 然后我俩就是面临找工作的问题吗 因为我在成都是有朋友 然后我直接就找到了一份工作 然后她呢 她是也因为身体不舒服 也不好好找工作 她就说 那我跟你来成都了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找一个工作呀 然后我就真的没有办法 我就给她找了 上了门之后我更完了 每天回来就说 我单位同事对我一点都不好 他们说我 不像个东梅老爷们之类的 这跟你有啥关系啊 就是她抱怨 回家要跟我抱怨 那就听听呗 她不光这样 就是我俩都是干室内设议的嘛 她要把她的效果图 拿回来让我画 她说你画得好 你帮我画吧 那就不对了哈 兄弟 怎么个意思 其实我是到成都来 一个朋友都没有 而且工作上的话 交流有点问题 我觉得情侣之间 到这边来一起生活 互相帮助 我感觉是挺正常的 以后她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帮她 有些时候她 就是现在你需要靠着她 是吧 她得让你靠 是这意思吧 但是她有的时候 就是性格太刚烈了 我没有一个切入的一个点 听懂了吧 我想撒撒娇 往往下说吧 但是她不光撒娇 还要跟我各种发脾气 就有一天 因为我身体不舒服 我说我不想帮你画这个图了 她就说你到底弄不弄 你帮不帮我 我说我不想帮你了 而且当时我已经做出退步了 我说我明天再帮你画 然后她就开始火了 说你到底弄不弄 我说我不弄 然后她就把家里所有的东西 能看见的东西 全都扔在地上了 你这么大脾气啊 我就是想让她多陪陪我 多帮助帮助我 那你直接跟她说 你陪陪我不就完了 我很多时候跟她聊 其实也聊不通 她也不太理解我 那我之前不是已经帮你了吗 我已经帮了很多次了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每次做点什么 好像效果比较好一点 就我也没有办法 而且查底 素费片把自己的胳膊都划伤了 就是砸到她身上都划伤了 我拉着她去医院 然后她还说我不去 你不管我吗 你不要再管我了 就开始这样了 不是你这求关怀 也不至于求的 把自己都拉上了呀 这个也是情绪太不好了 也是因为工作压力有点大 现在的工作顺吗 就还在那个单位 但是现在她就 因为那个事之后 她就回来不跟我说这个事了 就不再跟我抱怨了 行吧 那现在还为什么事烦恼 我到成都之后 我想买个车 因为我觉得出来了 打拼了 就应该需要点经济能力 然后朋友给我介绍的兼职模特 我都去干了 然后她就一直不喜欢 就觉得说 你一个女孩子 不应该再让人抛头露面 然后还要翻我们手机 看我跟那些摄影师 和男朋友的聊天记录 她最过分的一次是 她有一次回哈尔滨了 然后两周之后回来的 然后就从洗手间里 拿出一个电子眼 就过来说 这是谁的电子眼呢 你是不是领别的男的回家了 我说我没有 我说我不知道这个电子眼 是哪来的 然后她就一直在那样 这家里怎么会突然 多个电子眼呢 就她特意的 是吗 这个我承认确实是 你是想炸是吧 对 其实你心里没有鬼 你没必要在意这个事情 那你没什么必要整出个这种 你不信任我 不是 你心里没鬼 你怎么会拿这东西炸它呢 我不放心啊 我一回 我一走走好多天 然后我每天问她在干嘛 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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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她在干嘛呀 而且以前很多时候 自从她干了模特以后 经常一个小公公 10点 11点回来 我觉得这个不正常 那我 你说 20多岁 就是人在那边交往点朋友 很正常 而且年轻 就是爱玩的时候 你觉得 而且9点钟 10点钟已经不算晚了 她9点开始 就要连环夺命口 你快点回来吧 家里太黑了 我要得抑郁症了 我怎么怎么样了 那你就快回去呗 那我不能三番两次 就扔给我的朋友 跟她去找她呀 那你就带她一起出去玩呗 她不去 我已经跟她说了 我说你跟我一起来 字幕志愿者 言 那边 人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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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面 能量 提到 前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是 是 但是我俩 你疯了 没有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她就是很正常那种女生的造型 人现在不也挺正常的吗 就她做梦特也好 尝试完要回来呀 要回来以前那样 其实在刚才她说那个抖音那个事 其实我觉得那个就很好玩 我俩躺在一起 就给她看一看 挺好玩的一个事 没有那么严肃我觉得 那你要是 算了 我不想 那我要是看别的小哥哥呢 没事 挺好玩的 她没觉得那么严肃 下次你就看 她看小姐姐 你就看小哥哥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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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那么严肃吗 这个事有那么严肃吗 兄弟 我们这一事 没那么严肃 对 就是我的意思也是 你们躺在一起 你们一起看小哥哥呀 是吧 也没那么严肃 听明白 就是男生心里不顺 特别希望你能多关照他 然后他可能发现 你的变化就特别特别大了 然后你心里也是觉得 他可能对这个社会的适应度 或者情感的适应度跟不上 你心里也挺难受的是吧 就是我 因为是他跟我来的程度 所以我要对他负责吗 就是 不是 你对人负什么责任 一个成年人 你对人负责 就是我现在觉得 我能做的都已经做到位了 然后他还是这样 所以你们误解了是吧 对 他家里人知道 他现在这个状况吗 知道 更加过分的时候 就他到程度之后 就是因为身体 身体不适应 瘦了几斤 他每天就像一个 小姑娘减肥一样 就开始感觉他积体重 哎呀我今天瘦了二两 我今天瘦了一点八两 然后还要把这个体重 我今天也会发生了一个人 我今天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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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这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男生嘛 听起来像是一个言情片的女主角 女生嘛 就是一个霸道男总裁 是吧 现在社会确实女强男弱的现象也很多见 但是女强男弱的这种程度还很少见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她其实不是因为离开了哈尔滨这个城市 她是因为离开她妈 当她没有妈的时候 她必须要找一个妈 找一个妈疼她 找一个妈关怀她 这个时候 她为了你啊 你不就该当她妈吗 她的不适应在这个地方 现在很多的家庭教育里面 有很多母亲是母爱的溢出 母爱的溢出 它有很多种的表现形式 有的时候是生活上对她的无微不至 有的是你做什么都可以就放纵 有的是觉得我的孩子怎么都是最好的 有的是全世界都应该宠着我儿子 等等等等 这种母爱的溢出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这个男人啊 最后就丧失了很多在社会上的生存能力 或者叫适应能 以至于离开了母亲的关怀 或者叫家庭的关怀之后吧 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之后 她顿时就陷入了一种 我无法生存下去 你说你二十岁你不奋动 你想干嘛呢 所谓的一个男人 你至少要有一点自己的事业心吧 至少要有一点自己的承担力吧 所以女生 我建议你好好想一想 想不想当这么一个男的妈 不想当就算了 想当就好好想想怎么教育她 就这样 把孩子都吓死了 不能这样啊 谢谢陆琪老师 来来来来 苏老师 苏老师 我如果要是小韩姑娘啊 这要是我男朋友的话 我肯定会哭着 我肯定会哭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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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不够狠 你吃我的穿我的用文 事实上你的确有愧疚 你觉得它是因为你来到了成都 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其实是不成立的 一个男人如果爱一个女人 他应该愿意在任何一地方都能做出事业成就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无情恰恰是一种友情 如果你总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的面子 内心饱含着愧疚 不想轻易地去伤害他 往往到了最后 他就会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你应该把现实包开了给他看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好多男生跟你这样 就一个女生好心意意地 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 好好地拖着你的面子 你不要 你非要别人哪天 伤及了之后把你的面子给一下扒下来 但那个时候你又说你太无情了 你怎么这么不尊重 但你自己尊重过自己吗 咱不要等到那一天 不要被别人扯得一丝不挂 行不行 咱们自己把这脸 把这面子 扶稳了 从今天开始 好不好 行吧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感情改的啊 刚才特别想插嘴 我说就是妈妈看了儿子这个体重调了之后 说我给你请个保姆吧 再加上你前面说的他们家就是个普通人家 妈妈还要给他请个保姆 那么远 这就叫溺爱 我相信不是主观故意的 那就是在那种环境里成了这样 所以到了社会上之后开始吃亏 就是各种不适应就出现了 又跟女生不一样 按理说现在的女生不是在家里也是挺娇宠的吗 为什么走进了社会之后就比男生的这种承受力 或者叫容错率会更大一些呢 挺值得电视机前的这个家长朋友思考的 你要不想不想好 你就这样吧 那个惩罚他 这个不一定用话伤他 不要伤嘛 就直接走 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不是用来牺牲的 值吗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 来不及 其实这么长时间对你来讲 我是一个负担吧 就很多时候像个女孩一样对你 但是我希望还有一次机会吧 我还有一点希望吗 今天老师们说的我也很明白 我也明白你来我到这来是为了 让有人跟我说清楚这些事情 我还有一点希望吗 我希望我以后还能改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机会了 我已经跟你说了 我说你别再这样阻我了 但是你每次还是 接下来还是一样的 一样的情境 一样的情况 一个理由 失去了爱你的权利 失去了相爱的结局 失去了想你的勇气 是不是觉得那歌唱的特对 失去方知珍贵 失去方知珍贵 谢谢两位请回 来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下载 今月APP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今月APP 天津FTV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收看本期的节目 欢迎大家登录 优故视频 同心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让我们看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请开门 意料之中吧 我觉得 其实意料之中吧 我跟你说 你说这话的时候 我都 怎么跟你说的 你是个男人 你站起来什么意料之中啊 不行 我得给他追回来 因为我还能变 你真就放手了 我觉得我现在 还不够成熟 你得强起来啊 还有什么表面 我跟他说的 歌词啊 好吗 你走吧你 谢谢啊 一张 我跟他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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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最后是真气着了 你知道前面我觉得 怎么就能这么轻易 就把自己给放弃了 因为我觉得 就他那个瞬间 我觉得他放弃了自己 而不是放弃了一段感情 哎 好吧 生活是他们不想的 我们只是看他们生活的 我们在别人的生活里 做看客 同时又在别人的生活里 体悟和学习一些什么 今天这期 我相信应该给很多年轻的情侣 算是上了一阁吧 在生活中 至少要学会坚强 坚强 好了 了解这一段感情